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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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送呼吸 讓我們跟著路西一起笑嘻嘻過 還有糯米腸來陪著你 一起去旅行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這個邱大偉的頻道啦 這個呢過幾天呢就是我們家 糯米腸的生日啊 那往年呢我有時候都會訂這個寵物蛋糕給他們吃 之前有一兩次我是有自己做這個餐點給他們吃啊 當做他們的生日蛋糕 那這次的話我也想要自己DIY這個寵物蛋糕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正式的進入DIY之前呢 我要先打一下廣告 登登 我把它放在前面這樣 看得到嗎 OK 好就是呢我們預計在這個3月底的時候要帶糯米腸跟RUCY去做這個環島 這個呢是一個新的系列的這個大片 那中間呢我們會安排很多這個寵物餐廳或是景點 還有寵物的民宿 他們兩個也年紀也蠻大的啦 那這個的話我們預計的時間是在3月27號到4月2號 總共是7天的時間 敬請大家期待啦 正式的進入這個主題啦 那我們要先準備這個材料嘛 我準備的這個就是牛角肉 基底的部分我想要用這個地瓜 那我們一定是選這個無鹽奶油 這個最高級啦 這個我特地買了這個 當做中間的這個主料的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DIY的這個狗狗的蛋糕吧 首先呢我們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把這個地瓜洗乾淨之後蒸熟 那另外呢我們在等待這個地瓜蒸熟的同時呢 我們先來準備這個牛肉的部分 我是買那個牛肉就是肉絲啦 因為我覺得牛角肉有點太碎了 剪刀剪 現在我們呢已經把這個牛角肉就是已經切好了 非常的切糟 放在裡面加入我們其他的這個配料 還有就是這個雞蛋 雞蛋 耶~~好美啊 那我們是選用這個優質的這個紅雞蛋 相信我們的狗狗吃的一定頭好壯壯 再來呢就是加入這個少許的這個低筋麵粉 再來呢就是加入這個少許的這個奶油啦就是奶油 那接下來呢最重要的我們就是要把這個蒸好的地瓜 把它放進去然後攪拌均勻 這是我們剛剛蒸好的地瓜 超香的 把它倒進去這個我們剛剛的那些 材料之中 攪拌攪拌 好我們已經攪拌完成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完成品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來就是把這個因為我這個鐵碗 那我們把這個剛剛攪拌好的部分呢 把它倒進去裡面之後弄熟之後倒出來就是一個形 那只要上下兩塊夾起來它就是一個基本的雛形啦 那因為呢其實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會有這個烤箱 所以呢我一樣就是用蒸的 這個倒進去這個鐵碗之後呢我們就把它鋪平 那一樣呢下去蒸 那等一下來看看它的結果是什麼樣吧 哇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應該都熟透了 好了這樣經過了大概20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就把我們剛剛蒸的這個拿出來囉 非常的燙 欸很香耶超香的 超香的你看看 哇超燙的 這個呢倒出來非常的香 真的非常的香 但是呢因為有點失敗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來應該要在這個碗的底層 放一層這個烘焙紙 它就不會直接黏在這個碗上面 但是因為我身邊沒有烘焙紙 我只是想說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去讓大家做這個 DIY的東西 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再特地去找這些 太麻煩了 那它的話我剛剛倒出來的時候它是 下面是成型的 然後但是上面的話因為黏在這個 彎底所以它有點碎掉 那雖然有點小小瑕疵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看起來是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香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是我們 中間這個內容物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準備的就是這個 翼板牛排 是看起來是非常的厲害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翼板牛排 拿去做這個香煎的動作 香煎不是這個香煎喔 其實因為它本身就是有一些油脂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另外倒油 好我們在煎好了這個 翼板牛排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翼板牛排把它剪成一塊一塊的 就是方便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把它放到這個主體上面 我們就把它擺在這個蛋糕主體上面 再來就是把它蓋上去 這個蓋上去是一個有點難度的工程 哇它整個有點掉下來 不過看起來是非常厲害 很像那個牛肉堡 那個很大塊的牛肉堡的那個感覺 嘿太棒啦 這個我們寵物DIY的這個蛋糕已經完成了 那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準備這個奶油的部分 本來就想說完成之後把它抹在外觀做一些修飾 但是因為我發現它有點爆 所以我就沒有香不香 有沒有香 有沒有香 雖然說看起來有點像漢堡 不過沒有它就是 我說它是蛋糕 它就是蛋糕 那最後呢我們要做一些裝飾 糯米腸的牌子 把它插上去 然後跟大家說生日快樂 這就是我們完成品啊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幫糯米腸慶生啊 走吧 那我就在幫糯米腸 如果好吃 是你還是想釋放回去 我只是想說 你才會買到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就去抹在哪裡 你可以買到一個食堡 那天再一個小口 有很多東西 而為大家碰我 有很多東西 那什麼東西 plan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